末日時鐘是什麼東西 末日時鐘是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目前末日時鐘是 我們距離午夜 就是末日的發生是還有100秒 嗯 等一下100秒是末日了嗎 對100秒就末日了 末日時鐘這個東西呢是1974年那個時候呢 嗯 美國原子科學加工報 那感覺是一個雜誌嗎 就是一群他們參與過曼哈頓計畫的科學家 他們就是協助 包含愛因斯坦在裡頭 製造了原子彈這樣的東西 然後呢他們設計完這樣的東西 然後也看到了原子彈引發了後果之後 他們就決定要用末日時鐘這樣的方式來 告訴大家世人們戰爭的威脅有多嚴重 嗯 然後每年啊會有一次的評估 對 然後代表他每次時鐘的波動 就是這個紙針的紛爭的波動 就代表說我們距離末日 還有多遙遠 對然後一開始他們這個 愛因斯坦等科學家 他們在1947年設置這個末日時鐘嘛 當時距離11點53分 距離午夜零點 還有七分鐘 對 其實聽起來其實也蠻嚇人的 一七分鐘你就要到一個毀滅性的狀態 對 那時間也蠻嚇人的 可是一直到現在2022都還有末日時鐘 應該這樣講末日時鐘它的發展 一開始就是剛剛提到這跟核武有關係 因為他們發現了就是在長島 在長期跟廣島投下了核武之後 二戰的時候 對然後對人類帶來的毀滅性的災難有多大 所以呢他們第一次撥動末日時鐘的時候 就是在1949年的時候 末日時鐘成立兩年之後 然後1949 蘇聯試驗原子彈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個末日時鐘往後調了整整四分鐘 當場就變從11點53分變成11點57分鐘 又更近了 對 但我發現嘛 剛開始末日時鐘調都是好幾分鐘這樣調 嗯 對 剛剛你剛說是變成 到13分 對變57分 然後後來呢 這是美蘇冷戰時期 然後大家彼此不斷的試驗這樣子 熱核武器 所以又調 嗯 喔 到了冷戰 好 所以從二戰是7分鐘 然後到了蘇聯發展核武 又再調快了4分鐘 變成倒數3分鐘 然後你說到第三次 1953年的時候 嗯 他調整又加了1分鐘 又變倒數2分鐘 對那一直到 喔 可是 大家知道末日時鐘有倒退的時候嗎 因為當 聽起來全部都是很威脅的啊 為什麼會倒退 因為人類就是不斷的在爭奪 對 但是當人類就意識到核武的 嗯 威脅之後 譬如說 有一年就是美蘇簽訂了 禁止核實驗條款之後 那末日時鐘就倒退 對 喔 所以其實 從倒數2分鐘 最後又倒退了一些 對 一直 他們有倒退了幾次 然後有加幾次 喔 加最多的一次 應該就是在1968年 那一年 那個時候呢 就是 應該說1968年 這幾年間 然後 法國跟中國都分別進行了核試驗 他們在1960年跟1964年 分別進行核試驗 而且那時候又爆發了越南戰 越戰 喔越戰 對 所以國際上感覺都很動盪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那時候一口氣就是 加了5分鐘 那就又離境 又更離境啊 這樣加加減減 加5分鐘 喔 又變53 對 好 但是就是一直不斷的加加減減 那這 但是 應該說末日時鐘 剛開始其實大家有發現 就真的就是跟核戰 核試驗 還有戰爭有關 可是後來到了現代 近代之後 譬如說沒了關係緩和 然後還有就是大家全球簽署 那種核不擴散條約之後 其實末日時鐘就是 比較 近代的調整 其實變成跟一個東西有關 大家才來看 嗯 氣候嗎 是的 氣候變遷會使得人類的 也是一種末日 嗯 大家知道就是 尤其這幾年那種災難性的 災難性的 大規模 對 譬如說暴雪啊 或者是洪水啊 或者是乾旱啊 嗯 對 都會造成人類距離末世 末日又更進一步 雖然我們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如果真的到了 這些科學家 當初 當初所設定的這個末日時鐘 如果真的到了 會發生什麼狀況 可是這就是一個 警醒的 警醒世人說 大家要來注意 這些議題的狀況